Hello,大家好,我是Hebe 最近我也是重新認識寧穆幸這個日本演員 是,就是《投文字D》飾演茂木下樹的一位 我在網上找他的資料 發現網絡上一大堆內容農場的文章 就是比較他在拍攝《投文字D》時 和最近的樣子,說他肥得走樣子 這些文章都是遮蓋了他的演出、功架、能力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由他參演《金田一少年事件簿》開始就出道的 《投文字D》的演出 這個當然我們香港人最記得 大家也可能會記得他有一個補礦你的廣告 又或者他是長寨亞美高中三年入面的同班同學 我嘗試花點時間整理一下日本媒體對他的報導 網民的評價真的好像我們那樣討論他的 即是說那些走樣、什麼肥了的回應的評論 其實不多、很少而已 畢竟大家身處在不同的角度 所以接收的資訊都很不一樣 我們看到的都是內容農場給我們看到的東西 為求賺點擊率而寫的文章引起爆炸性的話題 但就沒有嘗試深入去了解到 我想說的就是這條片不是為他平反些什麼 我只是嘗試在另一個角度帶給大家看看 去看看我們只是從《投文字D》當中認識的那位寧木恒 首先先說走樣的問題 本地的還是中國的內容農場都集中攻擊的那張照片 是來自15年花育奧利斯之殺人事件 劇場版有一個放映會 只要你找回當日放映會的畫面 即是他有見傳媒有見記者 你就發現到其實他也不是內容農場放大了的角度 更有趣的是 這些垃圾文章都集中在17年的時候出現 如果你開始慢慢找 就找到類似源頭的網站的文章 其實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源頭 接著就會被搬運到各大農場 可能刪改一些字 題目也改一些 或者整個照抄 都是17年的時候出現 但為什麼他不拿17年的時候 寧木恒的樣子來做比較 就要拿15年在放映會的畫面 花育愛麗斯2004年 就是他演出的電影 13年之後 在第三十屆東京國際電影節 就搞了一個放映的活動 包括有演員倉井優 有寧木恒 還有導演岩井俊二 也有出席這個活動 看到傳媒、訪問、Q&A環節 其實在網絡上 也很容易找到相關短片 看來你也不覺得他有什麼走光樣 什麼大罵 還能夠一眼就認得出 他就是寧木恒 網絡上還找到一些 聲稱是寧木恒的近照 有些文章貼了幾張 街頭上位女子的人像相 就說認識日頭的女主角 如今已經變成怎樣怎樣 首先我嘗試在日本的媒體中 找這張圖 在網絡上不停地找 就沒有找到的 網絡上的這張圖 都是來自中國內容龍場的網站文章 除了有關頭的女主角的文章之外 這張圖也出現過 在幾篇有關時尚服裝穿著配搭的文章 內容一致都沒有提及這個女子 究竟是誰 沒有說誰來 只是用女孩來形容想中人 這個我就給我思考 想中人會不會真的寧木恒呢 還是只是跟他相似的人 這有其他文章可以寫出來的 就算是也好 我覺得身形也挺好 挺fit 我覺得 怎麼會認不出他呢 反映寫文的人都沒有加以求證 一篇立心不良的文章 加上搬運如流的內容龍場 還有不加思考求證 網民就形成了這個 如今應不出的昔日女主角 這類題材的文章就應運而生 我覺得這樣算是抹黑 如果你看近年的照片短片 風格就走了類似烈女的感覺 頭髮短點 被人清爽點 清朗點的感覺也有 但至少都不是什麼大媽 什麼肥都認不出來 如今變成自己的樣子 她的樣子一路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翻查頭文字 當年電影的宣傳活動 你看她發言一路都是這樣的 可以 她都是短髮的 會有 跟現在的風格是不是都有點相似呢 再翻查林木恒的新聞 其實她都算是在謠言當中成長的藝人 就是有些留言 有些報導說她是同性戀的 有時就說她喜歡哪個男生 哪個明星 又說她墮胎不見了幾年 就算是 我說這些就算是事實了 關你戀事嗎 但這些都很影響到大眾對她的印象 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買了一件很性感的泳衣 出道這麼多年 林木恒都被不少前輩讚賞過 她都算是文章都敢分析 算是天才型的演員 她十歲就獲得到新人獎 單單只是說投文字 香港人最熟悉的這部電影 透過這部電影認識她 這部電影當中合作過的黃秋生 在製作花絮裡面 黃秋生是大讚過林木恒 說她是整部電影裡面 是演得最好的一個 哇 其實我看不到這個鏡頭 她的短裙太可惜了 我覺得她在戲裡面演得最好 林木幸她演得最好 我不覺得她可以代表 全部的日本演員 可是我跟她拍戲 跟那些 臨時演員演戲 我覺得日本演員 應該是非常有專業態度的演員 這個是他們給我的印象 你看這場戲演得非常好 不多不小剛好 年輕的演員是非常難得 我覺得她真的愛上她 導演們都說她當時是 全日本新進的明星 新進的女演員 是比較top的 是比較top的那一班 來試鏡的時候 還說她是穿著校服 還有一班 這班 她是跳舞 她的演員 一定是有趣的 所以請看 女英幸就是 城花里就像漫畫裡面的 角色 派大地雅 小小Baby Fair 穿校服 是很唯超唯一 這女孩 看她的演戲就知道 很內斂 很成熟 她想的東西想很多 原來 永幸是 日本top ten的女明星 其中一個 她好像是排第五位 她幾歲就做戲 到我們第一次見到他,他穿著校服 劉偉強還說這個演員挺有心 知道自己做女學生,特意頒圖校服 但抱歉,你無恨真是一個學生 那天他適合放學 當年媒體將他和陳冠希的新聞炒得火熱 當然,陳冠希和各個女明星的新聞都炒得火熱 而且有一個日本的節目,有一個真人show 將他和陳冠希設定為一天約會的節目架構 就這樣做了真人show 這個亦有個匪文罵得更加疑洪洪 接著當然就是陳冠希的炎兆風波 他有牽涉在裡面,但只是傳聞 沒有實質證據,可能沒有影片 但工作都受到影響 銀幕的演出也減產了 多了就做舞台劇 又被人說他輪到什麼三級片 是的,的確是有一套三級片 在2011年的時候他參演的 叫輕廟,廟士廟 當中有多幕全裸的演出 也涉及多場性愛的場面 那我就不剪出在這條片上了 有興趣自己就去研究一下這套電影 亦可以算是為了藝術 為了演出而豁出去 尺度也挺大 至少兩點進路 而這個角色,我看了很多後面的訪問 有些新聞報導 都說他的壓力其實很大 但怎樣也好 最終他在高崎的電影節 拿到一個最佳女主角獎 內容農場的文章 只會說他輪到拍三級片 好慘,人家有成績 提了成績就說 拿獎也沒用,人氣也救不到 嘩,厲害 內容農場就是這樣 直到今天,他近年都比較少 參演電影的製作 就算是電視劇 都變成配角或客串的性質 反而舞台劇他一直演 去到2020年 在劇界還拿到獎項 也證明不到自己的能力 內容農場有沒有提到呢 沒有,沒有點擊 不會做不夠爆 不是平反 不過只是想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東西 透過一些文章 一些影片,一些說法 有時候未必是真 就算是 那會不會是全部呢 這個我們要思考 影片到這裡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這裡也是一條內容農場的頻道 我知道大家都沒什麼思考 沒什麼求證的網民 有什麼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人最重要是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 只要找到那個世界 人生才有意思 我想賽車才是真正屬於你的世界 如果看到這條影片之後 想立即重溫回頭文字D的話 可以立即上到HMVOD 現在只要你成為HMVOD會員 立即送你一個月免費試用 填好影片介紹欄連結裡面的資料之後 再加送你700點 等於看多28套電影 所以啦 千萬不要錯過 哎呀 忘了告訴你 這個車用來鬆豆腐 你們的職業車手 怎麼會看得起我們的戒車 職業車手 和戒車車手 都是車手來的